我们在过年的时候经常会炸一些酥鸡呀 酥肉呀 丸子呀之类的 大家在过年的时候炸不炸 今天我就准备了点肉 我们今天要来炸一个酥肉 咱们炸酥肉用这种肥肃小节的肉啊 大家用五花肉也可以 带点肥肉炸出来好吃 可以切成条也可以切成片 隔居自己的口味来 我的话喜欢切条 就切成这种稍微偏粗一点的条 我们再来切点葱姜 切好葱姜放在肉里面 再放上盐 花椒粉 八角粉 调料拌油以后沿上15分钟 把肉盐一会儿以后再打鸡蛋 我这个大约四斤一朵肉 打三个鸡蛋 先把鸡蛋往油拌一下 让肉全部裹上鸡蛋液 咱们再来倒淀粉啊 一边倒一边拌 感觉这个肉有点干 再堆一点水 然后最后把这个肉上面 全部刮上淀粉糊 最后就拌成这种 每一条肉都裹上淀粉 就可以下锅炸了 油温五六成热 一条一条下锅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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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吃不出来 炸得黄黄的那好就出来 黄的再炸一炸 不要着急 有没有过年的味道 我感觉今儿炸一炸 就差点东西 是啊 里面包包子的饺子 哎呀 你就要求太高了 过年了吗 人家拉月子你都想上炸一炸 一炸一炸都捞起来了 哎呀 我得破了 你在干嘛着 我在炸一炸点炸料 再要点炸盐这样就可以吃 这家吃了好吃 这个 太熟了 然后煮小火慢慢炸 哦 我大了就 就表面焦了 我感觉有一个问题长河 等我这盘砸完你盘就吃完了 我留上两盘 好来 这一锅砸的酥脆 看起来就好吃 咱们这个酥肉砸好了以后 我们可以发起来 灰菜吃也可以灰粉它 也可以粥的吃 我们这一般喜欢把这个放到碗里面粥的吃 现在我们就来粥一碗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粥的话先准备一个扣碗 把炸好的酥肉放到碗里面 上面放上几颗花椒 来一颗八角 来点甘辣椒 放上两片醋 酱 单独用这个碗调个脂子 来点鸡粉 来点盐 少倒点酱油 倒点纹水花开 放两个绿颜色的串好开点 把调好的脂子倒进来 放锅里面折半个小时 蒸好了 这就是我们蒸好的酥肉 把这个蒸好的酥肉 现在这么也可以吃 冷冻起来 咱们随时热的也可以吃 今天视频已经复下到这 感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